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那是不是年线之下 电子骨就不能碰 年线之上我们就要去操作电子骨 等于是说它把年线 当成是一个电子与非电 操作的分水岭 我可以说绝对不是这样 你去看 在年线之下 我们针对的是 具有长线趋势保护的族群 我们不会以 是不是电子骨下去做区分 是以它有没有长线保护去做区分 所以你去看 除了像是风电 像是太阳能以外 包含像是网通 网通是不是电子 网通是电子 而且是很热门的电子 从指数跌破年线以来 我们讲的电子的比重 其实算是非常的少 操作的比重也少 但是你去看 今天整个网通族群 其实可以算是说 整个台股里面最强势的一群 从本周一公开预告 我们出清了省准 省准今天跌停板 把资金转移到智义跟中壘 中壘今天大涨 智义也大涨 又包含昨天在预告的起机 今天也是带量上工 所以其实你说年线 它是不是非电与电子股的分水令 绝对不是 它是一个市场心态的分水令 就是说可能在年线之上 那一些基本面跟产业的趋势 它可能会变成说不是这么的重要 因为市场信心够 但是当指数跌破了年线 那整个市场信心度不足 产业的趋势性就会变得说非常的重要 好了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下周 下周非常的重要 那甚至可以说 下周是你手上被套牢的持股 能不能顺利解套的关键 各位去回想一下我们在三月底 那我有提供过一张表格 一张完整四月份的规划表 来先看这张 这张我们在三月底就已经提供了 我放在我的Lite跟Telegram 大家一样都可以加入去看 好 当时有讲过 在这期间四月份的前三周 每周都有新的标普 全力拼几小 不论说大盘怎么走 不论大盘怎么走 每周都会有新的标普 因为资金它会持续去扩散 那你去看 就算指数在年线之上 或跌破年线之下 我们都有可以超出的标的 好 当这三周过了之后 进入到下一周来这里 四月份的最后一周 也就是说第四周 下周 下周就是蓝色这一条 量缩整理等待利率结果 所以你去看 今天成交量稍微在下滑 你说接下来一周 会不会再下滑 绝对会 而且它会呈现一个 量缩整理的格局 所以这一周 其实就是让你去做一些 短线操作 跟顺便调节你的持股 好 如果说 四月份的最后一周 你要知道说 我们是要去调节持股 然后把一些获利的股票 把它获利出场 把资金抽回来之后 这里 这两天 五月三号跟四号 五月三号跟四号 我们去布局 五月五号过后 全新的标股 因为就像我讲的 我们从年初 那就不断在想 讲相同的议题 在今年 今年会有八段不同的行情 每一段行情 都是全新的开始 因为今年会有八次利率会议 那这八次利率会议之后 市场心态会变 市场资金会变 强势的股票也会变 所以你可以把它视为是 一段全新的行情 所以四月 五月的 五月三号跟五月四号 我们就是提前去布局 五月五号过后的行情 好 重点来了 为什么我会说下周 是套牢股票解套最后的机会 也不是说最后的机会 是说最好的机会 来 你去看 就刚刚好 非常的臭巧 在下周 下周比较重要的法说会 有这几项 6202的盛群 2337的望虹 2409的友达 3545的敦泰 联电联发科 好 你去看 盛群它是MCU的代表 望虹是记忆体的代表 友达是面板的代表 敦泰是面板驱动IC的代表 联电是成熟制程代表 联发科 它是消费性电子的代表 好 那这几个有什么共同点 大家再去回顾 指数跌破年线之后 我提供给各位的一张表格 我把整个台股 1700多张股票分类成 趋势产业跟非趋势产业 那在下周 这些重要的法说会 它全部都属于非趋势产业 来 去看这张表 年线之下 我们要这样去做区分来 成熟制程面板 DDI 记忆体 各式各样消费性电子 这是属于非趋势的产业 一旦有反弹 风高一定要卖掉 来 下周 下周的法说会 是不是刚刚好完全符合这一块 来 你去看 成熟制程连电 面板友达 面板驱动IC 敦泰 记忆体 望虹 各式各样消费性电子 盛群联发科 所以其实在下周 很多跌生的股票 有机会都出现一波强谈 主要就是受惠于它的法说会 因为其实这些股票 它都算是这些族群里面的龙头代表之一 龙头代表之一 我相信 法说会 它基本上都会释出利多 它也不愿意看着自己公司的股价不断破底 所以它还是会释出比较正面的消息 比较正面的消息释出来之后 这些股票 整个族群都有机会反弹 包含记忆体 包含面板 但是反弹归反弹 就算是释出短线上的利多 它也无法扭转它长线向下的趋势 这就像记忆体 记忆体在2月份 也是释出非常多利多 涨个没几天就往下跌 短线上的利多 没办法改变中长线的趋势 所以在下周 这些产业的龙头 法说会后有机会把旗下的一些 二三线股 中小型股一起带上来 那一旦有起来 反弹就是逢高卖 那刚刚好 你去看 你把这两张结合起来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我会说 下周是这些跌升股票 它最好的处理时间点 这一块 那刚好在下周 就是我们在3月底就讲过的 预计会量缩整理 等待利率结果 所以在下周 一旦说这些股票反弹上来 逢高卖 把资金抽回来之后 5月3号 5月4号 我们转进全新的行情 所以这刚刚好 是一个很完美的衔接 逢高卖 卖掉之后 把资金抽出 资金抽出来之后 全新的行情就即将展开 所以其实这样 一连串操作下来 那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 就是说手上有 这些比较非趋势性的产业 那想要加速解套的速度 或是说 有亏转赢 下周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时间点 所以如果手上有这些股票 一定就是利用下周 下周这些 大型龙头股的法朔会 逢高去把它做卖出 好 那当然说 卖掉的资金要去哪里 那就像我讲的 其实整个指数它在年限之下 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除非有什么 真的说非常大的利多 否则指数说要一举站上年限 难度还是有 既然是这样 指数它会在年限之下 进行年限之下的扩散效应 就像我所说的 因为现阶段资金不足 联储会不断在升息 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 年限之上有属于 年限之上的扩散效应 年限之下当然也有 就像这些 来这些族群 在年限之下 资金它一样会在这一块 下去做轮动轮涨 电动车绿能先进制成 跟一些像是网通相关的股票 像今天 我们离安风电跟太阳能 大约是操作两周左右 它的涨幅都大约是 两到三成左右 四季刚上尾投控 甚至包含东远这些都是 还有像是元金 当它涨了两三成左右 今天稍微再转肉 我们就先把资金获利出场 把资金转移到新的 属于年限之下其他的族群 所以年限之下 它一样有属于年限之下 它的扩散效应 跟着这样扩散效应去走 其实你说指数在什么位阶 其实它的落差 不会到这么的大 你说指数在什么样的位阶 那跟你的获利幅度 有没有关系 其实说真的是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说盘氏不好 盘氏疲弱 我赚的会变少 这是一个迷失 这是一个假议题 就像我说的 只要说任何的位阶里面 它都有属于 不同位阶的强势股 针对这块强势股下去 做买进 不管指数在哪里 都有得赚 顶多只是说 操作难度的不同 但是操作难度的不同 绝对不代表说 获利幅度的不同 来你去看 有些人说 我不喜欢去操作太阳冷 不喜欢去操作风电 非电族群 我都不喜欢 都不想去做 还是有 电磁股里面还是有强势的 3558的神准 3558的神准 我们从4月1号就一路讲 当时就预告很清楚 4月份的营收有机会创新高 30%左右 在本周一4月18公开预告 这个位置 我们是出清所有持股 任何部位全部都出场 短线的高点 最主要是说 神准它在今年的获利 高峰预计会落在第二季 所以当时本周一4月18出清持股 来你去看 今天是不是跌停板 今天3558的神准 直接跌停板 出清之后 它还有高点 但是我完全没有去理它 今天直接跌停 当时在本周也有讲过 神准出清的股票 我们是把资金转移到 因为网通这一群 都是持续看好 网通这一群 它因为说去年 没有一位疫情影响 出现获利爆发 所以相对 你说其他的一些科技类股 IC设计 它的高峰可能是落在去年的 第四季左右 网通刚刚好相反 它的谷底是落在去年第四季 今年刚好是倒是甘蔗 所以整个族群 长线都是看好 但是如果说以个股来讲 它会去轮动 一档涨完 可能说它的空间不大 它会转到基起更低的 所以当时在本周一 讲得非常清楚 神准我们出清之后 把资金转移到 位阶相对更低的 至义跟中壘 至义 3596至义 在位置讲 4月18 应该说 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都有在讲 它是不会受到大盘的影响 这一段 4月18讲完 4月19 往上涨5% 4.7 昨天 再涨5% 今天 再涨4% 是不是 最高到13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位置 它难免 你说一档股票再怎么好 它难免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但是一旦说大盘稍微的回问 它就直接拉上去了 不论说在这个位置 任何的价位去买进 今天都是赚钱的 是不是 所以其实在年限之下 一定有属于年限之下的操作方式 那就像我讲的 其实说这一段时间 当指数跌破年限以后 4月初过后 那我们就是围绕在特定几个族群 网通 先进制程 电动车 绿能 就围绕在这些族群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 标股确实也都是出现在这些族群中 那这就是我说的嘛 很多事都是一体两面 尤其是股票市场 你说会上涨的股票变少了 没有错 升息之下 信心度减少 会涨的股票一定会变少 同一段行情里面 但是这相对不就是缩小了你的选股范围 那要找出标股 相对来讲不是更容易 所以像是质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包含像是中壘也是 这些我们都有公开讲 中壘 中壘我们也是一路这样分段操作上来 5388的中壘 这个位置往上拉 4月19号 当时有讲过嘛 把省准的资金 把省准的资金抽出来之后 省准的资金抽出来之后 那转到质疑 接着再转的往向是中壘 中壘昨天在讲 4月20号星期三上涨 昨天在特别强调 中壘它的位阶相对也比较低 今天是不是 大涨9%以上 这个位置任何价位去买金 通通都是赚钱 所以其实在年限之下 那你说 是不是所有的电子股都不能碰 那如果说我不喜欢风电 不喜欢太阳能怎么办 绝对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用飞电跟电池下去做分类 而是说 这项产业它是不是具有趋势性 那如果说它有长性的趋势在保护 法人就敢去大买 中壘今天就马上创高 今天盘是不好 成交量也在下滑 而且整个盘面结构是比较凌乱 中壘它照样创高 那除了像是中壘以外 你说这个位置 买进全部都赚钱 是不受大盘影响 包含像起机也是 6285的起机 昨天有讲过 公开预告4月20号 80元以下都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位 本身在今年获利就不错 今天是不是 带量上涨2%以上 而且是收最高 直接往上拉 起机它也是很标准的一档 网通类股 缺料缓解又加上 它是低轨卫星的路由器 在全年展望一样是道次甘蔗 所以其实经过这样的下来 你可以发现到 就算是说 好 我们不去做风电 不去做太阳能 电子类股里面 还是有非常多可以操作的股票 所以这个东西是相对的 你说大盘不好 操作空间不大 确实操作难度也比较高 没有错 但是相对来讲 我们挑到标股的几率 反而会提高 因为范围缩小了嘛 不就网通 线性制程 绿能 电动车 就这些在选而已 那原本说 可能说在年限制上 年限制上整个市场信心度很好 那有机会上涨的股票 可能在同一段行情里面 1000档以上 但是当市场信心度不足 在同一段行情里面 有机会上涨的股票 可能只增下500档 那我们就针对这500档 下去做挑选 我们的操作难易度 是不是反而会比年限制上 还要来得高 所以为什么你说大盘 在这样子的位阶 你去看 大盘在这样子的位阶 不但说技术面疲弱 甚至成交量在下滑 整个操作空间是很小 但是我们可以从风电 上尾投控 四季缸 东源 那一直到网通 致意 中壘 省准 再一直到起机 一档档赚 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是针对 属于年限之下的股票 下去做买进 跟上下一档利用广告时间 直接来电 先进一段广告 所以就像我说的 其实每一段行情都有属于不同行情的标股 你说就算万一 万一大盘在破底 往下在跌破 会不会有再会上涨的股票 绝对有 再差的行情里面 一定都会有特定的强势股存在 除非是像 像是说疫情刚爆发 这类型无差别式的下跌 否则在一段正常的行情里面 就算是金融海啸好了 就算是金融海啸 里面还是有特定一群 会上涨的股票 可能是食品 可能是原物料 这些都是 所以其实 尤其是在现阶段这样子的盘势 受消息面影响非常严重 那你去研判说 指数会怎么走 说真的没有意义 而是要去看说 指数在什么样的位阶 它会去涨什么样的股票 那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 市场信心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 那很多的东西 你看起来都不是说这么的重要 就像产业 产业趋势跟一档个股的好坏 跟它的获利高峰 如果在市场信心度 非常充足的情况下 整个大环境很好 其实你不会感觉出它的重要性 但是当指数跌破了年限 整个市场信心度不足 各式各样的利空在冲击 指数非常震荡 这个时候你会看出说 一档股票一间公司 它产业趋势的重要性 否则为什么会说 指数跌破年限之后 我们就绕在网通先进制成 这部分下去转 又为什么说好像神准 我们在本周会出清 因为像这样子的盘式之下 各股的激起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这两大平台 Lite跟Telegram IT都是W178 Wi178 记得要先加入非常的重要 在我这两大平台 我会告诉你说 每一个阶段 市场资金到底在想什么 那我会用一个比较大的格局方向 去跟你做分析 就像我会在强调 你要去看每天市场的资金 它在想什么 不是去看单一的个体 不是说单看投信 单看什么券商分点 单看外资 你是要去看说 每天2500亿到3000亿 之间的成交量 这些资金群体思维 在想什么 是不是 就像我说的 年限之上跟年限之下 基本面产业面 它根本不会有任何变化 但是为什么涨的股票会不同 因为市场心态在变 市场上心态在变 就算个股的基本面 没有任何改变 涨的股票也会完全不同 网通就是一群 所以在这个位置 只说在年限之下 预计还会在震荡 一阵子才有机会再上去 最重要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 下周重要的法说会 刚刚好全部都是符合 非去世性的产业 你自己去对照 成熟制成连电 面板 有达 DDI 敦态 记忆体 望空 消费性电子 盛群 联发科 刚刚好都符合这一块 所以在下周 你可能会发现到 指数可能在震荡 但是很多跌生的股票 都开始在反弹 这是有机会 就像我讲的 像是记忆体 像是成熟制成 它的乖利率确实都偏大 它也是需要酝酿 短线上的反弹 时间差不多到了 一旦反弹上来 你还是得卖 逢高去卖 尤其是说在下周 卖完之后 刚好衔接上 5月初全新一段的行情 这里 你去看这里 下周 下周卖完之后 刚好衔接上这一段 3月4号跟5号 你去看 布局5月5号过后的新标股 这里 布局5月5号过的新标股 这一段 当时我们在3月底 就已经规划出来了 这就像我讲的 其实在今年你说 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说真的操作难度比较高 各式各样的利空在冲击 你说整体操作来讲 大环境来讲 绝对没有像去年这么好 但是今年最大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说 你可以把行情下去 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划 因为他就摆在眼前 八段行情 八段行情 他就在联准会的前后 每次联准会召开会议过后 就是一段新的行情 因为市场心态会变 包含资金量也会变 所以也会酝酿出一些 全新的标股出来 刚好就是利用这一次 全新的行情下去做布局 好了当然这一块 这一块比较具有迫切性的 电动车率先进制程 就是我们锁定的方向 不论说换股还是布局 都是朝向这一块 应该说在年限之下 我们锁定的方向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当然说资金它会轮动 电动车率先进制程网通 它还是会在这些族群中去轮动 我们就跟着资金的方向去做 像是在前一周 离安逢天前涨 涨完之后可能说 太阳等跟着上去 好那转完说 涨幅都到两到三成以后 我们就顺势在昨天跟今天 分批出场 把资金抽回来之后 网通是不是就接棒上工 这就是属于年限之下的扩散效应 所以当指数在年限之下 还没有站上年限以前 这张表全部都适用 否则你可以去看 为什么指数在年限之上 我不会去做这样子的分类 因为不需要 指数在年限之上 整个市场信心度比较足够 比较足够的情况之下 其实产业跟基本面 甚至说一些获利数字 相对来讲 它的重要性不是说这么的高 因为市场信心度够 那可能说技术面稍微转强 站上月线什么的 那个股就喷出去了 但是在资下不一样 所有的法人 他风险承受度会降低 所以他会更去考虑说 长线的一个展望是如何 所以包含像先进制程也是 升阳半 当时有讲过 先进制程这一块 也是在今年 绝对具有迫切性的趋势产业 8028的升阳半 这个位置 应该说这一段都开始在预告 升阳半 上周四 4月14号往上拉 昨天在大涨7% 今天在继续往上攻 是不是 你去看升阳半它其实也是 非常的标准 这个位置 大盘在震荡难免会受到牵连 但是一旦大盘稍微直稳 就马上攻上去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产业的趋势性 它会变得说非常的重要 你如果说整个市场信心 跟整个大环境很好 单纯去看技术面 单纯去追股票 这我没意见 但是如果说盘是面对到 比较震荡的情况 比较震荡的氛围 其实还是要去考量 到说应该说 这个东西它有一点算是 以守为攻 以退为进 你说有一些 看似 看似说 好像它的题材 没有到这么新颖的一些个股 但是反而在年限之下 法人就偏爱买这种 滑星就是 包含一些离岸风电 太阳等这些都是 它的题材不是说非常新颖 但是偏偏它却具有 比较长线的后盾在保护 所以像中磊也是 中磊 你去看 其实中磊它就像我讲的一样 这个位置你买进 难免会受到震荡 但是大盘稍微直稳 它就马上 大盘都还没有回到起跌点 中磊已经回到起跌点 起跡也是 这个位置 难免会受到大盘震荡 一旦回稳 直接就回到起跌点 3596字也是 直接往上拉 这个位置买 不论说大盘在什么位置买进 全部都是赚钱 所以把握机会 下周是这些套牢股票 解套最佳的时机 刚刚好衔接到 5月3号跟4号最佳的买点 不知道持股怎么处理 直接来电 或私讯我的两大平台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